第一个我想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赖老师专业在战略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呢 就要先把这个在下半周 即将要登场的这个香山论坛 这个事情呢先来谈一谈 听听看赖老师的想法 因为其实在这个 香山论坛还没登场之前 你看这个博恩斯啊 美国的驻华大使博恩斯 他已经是先释出了讯息了 他说几周之内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帕帕罗呢 这个印太司令即将要跟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南部战区的司令呢要通话 是的 对那大家就想说是是是 那上一次因为沙利文有讲了嘛 那所以呢是不是这个 博恩斯也马上跟进 但是他讲说这个几周之内 要做这件事情 那究竟所为何来 坦白讲我想大家应该会关注的是 有几个方面的议题 我觉得博恩斯话讲得太早 还太早 因为他要先确定他的沙利文 或是布林肯或者是欧斯顶 会不会要搞什么鬼喔 因为您也知道 各位观众朋友再回想一下 两年前三年前吧 那时候在香格里拉会议 美国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然后说中美的战区的司令 然后视讯通话 那时候就是印太司令 跟我们的东部战区的司令 要视讯通话 那都已经讲好了 结果呢 这个佩洛西就来台湾闹了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印太司令 赶快拿出电话说 我们不是已经讲好 要通电话吗 结果打电话说 怎么打都打不通 那也就是说 讲好是一回事 你来闹事要不要接 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 现在沙利文也讲好了嘛 讲好的伯恩斯也再度的强调 说会通话了嘛 可是如果你美国又跑到菲律宾 到南海这边来闹事 那中共大陆解放军一出动 那就准备干架了 这个时候你再拿电话说 我们不是讲好要视讯吗 我们不是讲好视讯吗 对不起啊 不会通的了 未来几周之内那是他讲的 所以未来几周之内 他要来闹事 他已经在预告了 他如果要让电话通 他就必须要确保太平无事 他如果来闹事电话绝对不通 他如果安安静静的 太平无事南海地区平静的不得了 他告诉菲律宾 哎 狩猎一点 我们最近不要再闹了 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那就看吧 如果一闹我敢保证 电话不会通 如果不闹电话绝对会通 好 现在我们看呢 这个本周我们关注到了 一位领导人来自于遥远的北欧 北欧的挪威 挪威的首相他访问中国大陆 其实是不是可能 当大家都在关注着中国 跟欧盟的贸易战的同时 那其实呢这个欧洲国家的 首相他访华 你说他是要谈贸易吗 或甚至是可能其实是要谈的 是军事的议题呢 蓝老师 不能排除 因为您刚刚讲的 他是在北欧嘛 是北极海的俱乐部的会员国 成员之一 那中国大陆是北极海的观察员 对于目前的北冰洋的融解 俄罗斯非常积极的想要推动这个航运 这个航道确实可以缩短中国跟欧洲之间的距离 过去中国到欧洲 如果说假设我们以大连港跟这个 欧洲的重要的贸易门户 陆特丹作为一个两个点来看的话 中间的航运要一万多海里 看一下这个图啦 蓝老师解释一下啦 这就一万多海里了嘛 您看也就是说从大连港 一直通到路特冈 要总共要36天 大连港其实你看它这个货 如果要从那运 经过的白岭海峡 然后呢这样一直走 往南走的话是走马勒加海峡 那个是传统的航道 那总共要36天 因为它是要一万多海里 可是如果走北冰洋 就是您讲的白岭海峡 那因为地球是圆的 前段这段比较短嘛 然后从白岭海峡过来到路特丹 它只要27天 也就是节省了9天 它就7931海里 那如果说假设俄罗斯 要把这个航道把它开通 因为俄罗斯目前有全世界 最强大的破冰船之一 中欧大陆也有 而美国有两艘 可是美国有一艘是不能用的 另外一艘年龄很大了 所以在这个破冰船 这个部分中俄之间是领先的 而欧洲是比较落后的 美国也是落后的 那在这个情形下 如果说这个北极航道 中国跟俄罗斯一起努力 把它开通的话 那请问一下这个航道 是中俄联手经营的 那你美国没有破冰船 所以你美国的船 就走不了这个航运 如果说这个航道开通 那对于挪威来讲 它要不就是带来巨大的利益 因为一定会经过挪威 要不就是会带来 安全上的问题 因为航道到哪里 通常你要保护航道的安全 舰队就要到哪里 那一旦开通了以后 俄罗斯的舰队 它就会在北冰洋里面来寻意了 那它也一定会拉着 中国大陆的舰队跟它一起 或者是有中国大陆的舰队 要保护自己 北冰洋航道的安全 所以在这个地方寻意的 这个一定会发生 那对挪威来讲 它会觉得说 我靠那么近 而且我的国土是义功难守 那这样的情形下 我是不是先跟中国大陆 好好的来磋商谈一下 说我们这个北冰洋的航道 那到底现在目前大陆的规划 走到哪里 挪威在哪里 挪威在北边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在地图上 你从路透单往上去看 这个地方就是挪威 所以其实呢 就在它旁边 这个航道就在它旁边 对的 会贴着它走 经过着它 对 贴着它 那如果说以挪威 作为一个重要的转运站的话 那挪威的一些产品 往亚洲运 往中国运 中国的产品往挪威运 再从挪威作为转运 这个挪威也可以带来巨大利益 所以要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 要不就是一个安全上的问题 那所以对挪威来说 它当然也是希望说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想法是怎么样 彼此之间也有沟通 那当然还有的就是 挪威的一些产品 也想卖到中国嘛 过去挪威的鲑鱼 卖到中国卖得很好啊 那对挪威来讲的话 它也想跟中国大陆 促进贸易的发展 对 它其实这个航道你可以走货船 走商船 走民船 但它同时可以走的是军舰 所以对于中方来说 或者是对俄国来讲 当它在努力要发展经济的时候 你看东方经济论坛 不是才刚落幕吗 但是在这一次其实谈的都是什么 都是经济的合作 要更多的开展 那这里面当然其实也都包括了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在远东的开发相关的利益 到底要怎么样来具体的落实 可是呢其实看的 当然都是这些 但是呢对于西方国家 可能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威胁 所以挪威其实呢 我想中方应该也会力劝 就是说你要换个角度去思考 不要把什么事情 都把它想成是威胁 安全上的威胁 不容易 因为它是北约的成员国 它是北约成员国 也是欧盟的成员国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一般来讲这些北约的成员国 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而且他们绝大部分又追随美国走 他们追随美国走 目前美国制造的两个敌人 一个在欧洲的俄罗斯 一个在亚洲的中国 而他们由于追随美国 成为北约的会员国的时候 相对来讲 他们也变成中国跟俄国 中国是立即的威胁 而中国是潜在的威胁 那中国的船或者中国的军舰 如果走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它有压力 这第一个 第二个不要忘了在圣匹德堡 前段时间的海军节 中国大陆有派了两艘战舰 一个补击舰 然后到了这个圣匹德堡 去参加它的海军节 其实也就是在北欧了 在北欧这个地方里面 而且也有跟俄罗斯 举行联合的军演 另外也有两次的穿越 英吉利海峡 这个部分里面对于挪威 对北欧的相关的国家来说的话 过去中国的军舰 从来没有到这么深的地方 现在中国的军舰也来了 而中国的军舰到这么深的地方 主要是回应北约 法国 德国 荷兰等 这些国家把它的军舰 开到中国的家门口了 那中国大陆当然 就是以礼相待嘛 你上网了 你来了我就去嘛 那所以当中国军舰 它在北欧其实比较远 那大家也觉得有威胁感 因为挪威就在北欧嘛 所以当中国大陆到 北欧去的时候 对挪威来讲的话 那这个就是说 我没有到你家来 你到我家来了 但是中国到这个地方来 主要是参加圣皮特宝 其实就是在秀实力 那就是要秀给北约成员国看 那很明显的就是 他们也看到了 所以要赶快要跟中国对话 因为你光是靠北约 跟中国怎么对话 你要靠欧盟怎么跟中国对话 不如就自己来嘛 对 因为目前北约的秘书党 对中国很不友善 是的 欧盟的这个资委会主席 也一样 孟德兰也是一样 所以呢 就是这些个别国家 就自己来 刚刚我们在讲这个挪威 其实也就是看到很清楚 那它其实当然也会谈到 一点点贸易的问题吧 也会谈到 然后我觉得其实还会聚焦于什么 可能也要跟中方是不是要 讨论一下对于俄乌战争 这种情势的看法 因为这个其实跟挪威 给北约的成员国比较有关 中国听听意见了 但是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不变的 也就是说中国是持公平的态度 不会偏袒乌克兰 也不会偏袒俄罗斯 同样道理不会去偏袒欧盟 那欧盟的国家 如果一直想用俄乌战争 中方的态度来去要挟威胁中国 所以你这样会影响到 我们欧洲跟你们的关系的话 那中国也只能尊重嘛 因为这不关我的事嘛 这不是我挑起来的 你们一定要把它扯在一起 那我也只能尊重你们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不会接受 你的所有的对中国的不友善 蓝老师你看一下这个 刚刚讲到中俄的军舰巡航 其实这个是联合的一个演练 那现在呢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 当时中俄的军机 不就从俄国的空军基地起飞了吗 你之前其实就预判 提到的就是中国大陆其实呢 为什么不能够善用俄国的基地 现在真的就在空军基地 俄国的空军基地起飞了 安纳德尔 安纳德尔 好那你觉得他们现在 接下来要怎么做 要做什么 其实这个是代表中俄的关系 已经到相当高的台阶了 这个空军基地要牵手 特殊的 因为俄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再把它重新整修好 它是属于战略型的空军基地 是有很多的敏感性的材料 敏感性的材料就是核武啦 就直接讲了 俄国把核武有一大部分堆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就包括战斗机 也包括战略轰炸机 当然也包括更庞大的维修系统 都在里面 还有核武库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因为从这个地方飞到阿拉斯加 二十分钟就飞到了 因为它总共距离才六百公里 这个是非常罕见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地方 它起飞 就是说第一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俄国的这个空军基地 它其实是有放核武的 放核武极其敏感 是的 对不对 所以它通常不给外军来的 对 所以非常机密 对 那它从来不给外军来 那现在让中国大陆来 那您觉得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它对中国的信任度很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您也知道这个轰6K 要在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起降点 那它就必须要把这个飞机的 后勤补给也都带过来 对 那它的维修系统啦 材料啦都要带过来 所以孕儿史要先过来 当时就被日本的研究人员发现 孕儿史到了这个机场 那这个就是大事的嘛 那孕儿史来了 所以轰6K来了 后来轰6K跟图95 就在这个机场就起飞了 起飞了以后就进入了 这个阿拉斯加 美国的防空识别区 然后觉得就在它的空域中 进行这个联合巡逻 这个一联合巡逻就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可以飞得很远 那美国也没办法 美国只能派战斗机 在旁边伴飞啦 就陪着飞 因为过去是你美国人 到人家门口嘛 到中国的家门口嘛 那中国也就是说 哎 你有没有进我的领空啊 有没有进我空域 如果没有我就在旁边警戒嘛 那现在是轮到美国 在旁边警戒了 那为什么这个基地那么重要 是因为中国大陆 从这个基地起飞的话 它的空中加油的负担 就会减少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从阿拉斯加 一直到洛杉矶 总共大概就是四千海里左右 不到四千海里 而轰6K的作战半径 可以到六千海里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目前中国大陆的轰6K 跟图九五是先联合的 在阿拉斯加飞 未来不能排除 单独的中国的轰6K 在阿拉斯加飞 再来就不能排除 就飞进了加拿大的空域 然后再飞到南方的 洛杉矶的空域 经过一次空中加油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 美国的西海岸的这个部分里面 从北最北到最南 就中国大陆的战机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联合巡逻 而轰6K本身可以带核导弹 可以带核战术跟核战略的导弹 而且它可以从空中 进行演成的打击 它也可以贴着海平面飞 然后再飞上来 所以它的突穿能力是很强的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它飞得越来越远 飞得越来越远 而且直逼美国的加门 整个美国的不但是北方的领土 还美国的本州 就是美洲大陆的这个领土 中国大陆尤其在西海岸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的军力 已经进入到这个地方了 那这个对美国的 直接的领土的安全 过去它创造一个神话 就是说我的领土的安全不被攻击 现在是战略轰炸机 它不是洲际弹道导弹 它是战略轰炸机 已经可以进来了 美国的这个神话就破了 换句话说 其实现在解放军 已经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要问赖老师是说 如果照这样来讲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训练了的话 那这个代表的是 解放军已经在为中美的冲突 做准备了吗 永远在做准备了 永远都在做准备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那个迹象很明显 是因为它直接到美国的门前 就是它在往这个方向在移动 这样看好了 大陆目前的战略 还是叫做积极防御战略 积极防御就是说 我没有主动的要攻击到你的国家 可是如果你来主动攻击我的国家 那我首先第一道的防线 就是在西太平洋 我在海空方面要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我不能够永远只是 被动的防御 所以中国也必须要把力量 能够伸到你家去 那这一次的轰6K跟图95 就是我从空中 也已经可以伸到你家去了 而且不要忘了 在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四艘 中国的战舰也进入了阿尔斯加 那就是从海参围起 那个出发的 这个代表说中国大陆已经把前沿基地 已经往前拉到海军是海参围 空军是阿纳德 这个就是这两个概念了 就是我的前沿基地已经拉过去了 那现在因为跟俄国还没有签 这个相互准入 但是俄国现在跟中国大陆 已经有开始执行 这个相互停活的 例如说前段时间 俄国不是有到湛江口 跟中国大陆的南部战区 有一个联合巡逻 就是那个时候的战舰不是往北吗 由冀州岛一直往南南南南走走 然后到了湛江这个地方 停泊卡尔港 大家记得吗 就是广东战江的时候 有中俄的联合的演练 对 所以俄国的海军的舰队 已经到湛江港了 可以南到湛江了 那中国的这个北海战舰 就已经可以到海参围了 这个就代表中俄已经进行了 这种相互准入的实际了 就说我没有那个协定 但我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我已经在做了 那未来大陆很有可能 如果经过双方两军的协商 那未来中国大陆假设了 他把他的一支舰队 就放在这个圣匹德堡 就放在欧洲了 那所以以后在欧洲这个地方 联合巡逻就很方便了 另外一支舰队就放在海上尾了 那就在日本海 白莉海峡 俄赫斯科海峡 进入阿拉斯加就很近了 那这样的话 中国战舰就会常常的 到那个地方来巡逻 我觉得这个对于 美国的这个境外的安全 对欧洲的境外安全 那贡献很大 因为中国的海空军的力量 就在美国的外海 跟欧洲的这个外海 这个地方 维护这个海盗啦 维护这个第三方 不友善的第三方的这种威胁 这个很棒的 你觉得解放军要远到哪里 除了在俄国之外 现在我看他跟巴西 不是都说要军事训练 海军陆战队 都要派到巴西 南美洲的巴西 我都没听过说 解放军海军陆战队 到南美洲的人 对 那这是未来 大陆的海军跟空军 不但要进入到巴西 委内瑞拉 古巴 多米宁加 还有尼加拉瓜 我觉得这些地方 不是尼加拉瓜 就是多米尼加 我觉得这些地方 都是中国大陆 在这个地方未来要发展的 就是加勒比海的地方 也是未来中国的战舰 在这个地方 确保加勒比海的安全 让美国的南方更加安全稳定 可是在东南亚呢 因为其实你看在东南亚的话 柬埔寨这个我们都知道 送了两艘军舰给柬埔寨 那代表的就是在云壤基地的使用上面 中国大陆是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甚至还要再继续的说 是要扩建 这个让美国是忧心忡忡 可是又怎么样呢 其实他们早就应该预料到了 在未来可以的话 跟缅甸的合作也可以多一点 缅甸啊 缅甸 对 因为缅甸还有几个港口 跟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合作关系 所以未来中国的战舰如果能够 也是停泊在缅甸 对缅甸的安全会有更大的帮助 是是是 因为有很多域外的国家 对于缅甸的内乱是很有兴趣的 例如说前段时间 布林肯又跟缅甸的这个反对方 打了一些电话 然后叫他们的在野党 就是叛乱组织 说你们可以闹大一点 我们美国人会给你更支持 那缅甸的军方米亚来 就跟中国大陆的王毅 有很多的会谈 未来中国大陆如果能够 更多的在缅甸这个地方 跟他们有联合的军演 然后海军舰队跟陆战队 停泊驻扎在那个地方 对缅甸的国家安全也很有帮助啊 可是你讲那个都是在更早的事 我要知道的是 现在新加坡的外长 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然后在这个两天下来之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 在黄巡才在上任了之后 可能要访华 那现在其实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 这个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作为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 而且再加上这个越南 你看说竹子外交 在中美之间摆荡 可是你说在越南的金兰湾 这港口大陆现在照去 然后越南又说欢迎 那你觉得这个现在在东盟国家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起了什么变化 我当然有起变化了 因为中国大陆这一次就是 技术性停泊了嘛 就到越南停泊三天 军舰就过来了 这感觉有一种宣誓的味道 这一点点有点在抵制 美非在拉越南 因为越南前段时间 它的国防部长不是跑去菲律宾 跟小马克市的总统谈得盛欢 然后又派了他的最大的海警船 到菲律宾跟他联合演习 那中国大陆就要问越南说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那我们的 你既然海警船到菲律宾去 那我的军舰就到你家来了 越南说我们欢迎啊 所以中国的军舰就技术性的 就进入了这个金兰湾了 然后前段时间中兴 中国大陆跟新加坡 才举行联合的军事演练 所以我觉得外交部长来 黄勋才他如果到中国大陆 来访问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新加坡它的战略 一定是美中都友好 它一定是这样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发动对中国的不友善 那过去新加坡的李显龙 就一直在劝美国不要这样做 然后美国要新加坡 跟东盟的国家选边站 中国人说你不用选边站 你可以两边都好 那新加坡很明显的 他选择两边都好 那这意思是什么 他靠中国这边 因为中国说你不用选边站 那他最后是不选边站 那不是就是跟中国的意见 是一致的 美国是要他选边站 他拒绝选边 那就是跟美国的意见 变不一致了嘛 所以等于是在战略中 中国大陆在外交这个部分 又略胜一筹嘛 就是让不选边站的国家 其实就是选了中国嘛 选了中国 因为美国要不要选边嘛 是 好 不过再回到这个军事的话题 刚刚其实我们在讲 这个大陆其实现在这个力量 一直持续在扩散出去 其实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都还没讲非洲呢 非洲 对呀 非洲好重要 但是坦白讲真的是非常重要 赖老师讲的没错 那像以现在来讲 你看这次不是在中非的论坛之后 不也讲了吗 中非要在军事上放上面 跟中国要加强合作 是的 好 所以呢 现在我们刚刚在说 解放军机已经可以 从俄国的基地起飞 而且人家算过了 这个20分钟到美国 对 够快了 600公里而已 但美国现在说我们要更快 我们现在要4分钟 4分钟 4分钟来 4分钟还是4小时 还是4天 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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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4分钟下死人的飞机 导弹也没办法飞那么快 4天 4天 好 赶快更正一下 但是这4天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因为我其实呢 也看到了就是 最近当然的美国都说 我知道你们解放军 现在都在加强的练兵 那我们美国当然也不遑多让啊 我们 你现在能飞得远 你现在能够把船开得远 那我们现在也要什么 也要远程的 打击 打击 对 远程的打击说 明年有这么一个演练 它即将会用这个方式是什么 是说 加强它的远程的 打击的能力 而且加强它的运补的能力 都要更加的快速 所以远距离都不是问题 远距离真的不是问题吗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美国空军参谋长 他说明年 他已经在预告明年的事了 明年要在太平洋演习 然后要看看 在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的部署能力怎么样 那这个里面呢就有提到 而且他有画这个图 说这个有好几个方向 这个部署 就是部署嘛 然后写个四天是四天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Refore Pack 这个是演习的名称 2025的Summer是夏天 说要在这个上面演练 然后呢 但坦白讲这里面的图 还真的有点看不太懂 就非得要需要赖老师来解释一下了 您看一下啊 一个是北线 例如说您看到这边 这是那里 阿拉斯加嘛 从阿拉斯加往中国这个地方的攻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美国的本土 对 就是美国的西海岸往中国攻击 第三个就是从夏威夷往中国攻击 其实它也有一条线是从关岛 好 那我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您看到那为什么要划这三条线 美国的空军呢 这代表说美国事实上 早就放弃了第一岛链 就是您看到的这边 美国原来在第一岛链 就是前沿基地 都部署在这边嘛 也就是一个是在于韩国 一个在日本 一个在菲律宾 这叫做第一岛链 可是这第一岛链 但是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是在中国大陆的整个 全面的覆盖范围内了 所以事实上美国已经 撤到第二岛链 其实第二岛链就是没有岛链了 它所谓的第二岛链 严格上来讲就是指的就是 阿拉斯加 然后到这个夏威夷 到关岛这个地方大概在这里 就变成这叫做第二岛链 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那您想对于美国人来说 它现在既然没有第一岛链 撤到第二岛链 然后主力都往后撤 那它如果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 那没有第一岛链了该怎么办 它就要进行从第二岛链 从本土对中国大陆进行远程的打击 直接的远程打击 那也就是要从阿拉斯加起飞 从夏威夷 从本土 还有从这个关岛起飞 然后往中国大陆奔赴嘛 这个地方 然后它就说我的远程要付 花四天时间 在这段时间进行 我的极限的飞行跟极限的攻击 要经过很多次的空中加油 然后飞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他们空军要做这个演练 它要练15天 对 那我会觉得美国这个空军 我为什么会很多次的节目中 我都会说美国的军人 他们的战略水平真的是低了 已经没有像过去的军人的战略水平 那么高 各位想 你不管从阿拉斯加 从夏威夷 或者是从关岛 或者是从美国本土 进入中国大陆 要经过这么大的大海 那你必须要先确保 这个大海中国没有任何船在那个上面 那怎么可能 那如果中国的 例如说航母 或是航母战斗群 或是导弹护卫舰 或是导弹驱逐舰 如果中国的这些船 是在这个地方走 那它本身都有红旗 海红旗 就是说有防空导弹 那有防空导弹当你的 如果中国大陆的雷达 因为目前中国大陆的雷达的能力 比美国的雷达能力还要强 那如果它在雷达跟军事监察卫星 都看到你的战机在飞的时候 那如果说中国的一些船舰 是在东太平洋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航行 可不可以从空中对你先进行 第一轮的打击 甚至第二轮的打击 等到你飞进中国大陆边界的时候 第一个你的飞行员 是不是已经陷入很大的疲倦 你的飞机已经烧了多少小时的引擎 你已经经过多少次的空中加油 而大陆的飞行员 是从福建 广东 浙江 江苏的空军基地起飞 去迎面去拦截你跟你对战 那到底谁占优势 当然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解放军当然占优势嘛 因为美国的飞行员 已经飞了多少个小时 战斗机 已经飞了几个小时 经过空中架 飞机也烧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经过海上的打击 你能够到中国的边界的时候 中国的空军一出去 绝对是绝对优势 而且数量也大 那你美国还有多少存活空间 所以我才会说 美国的现在的这些军官 脑袋里面 真的是 就比较特殊一些 不够用嘛 好 而且我觉得 讲得很漂亮 讲得很厉害 而且重点是 大陆解放军其实现在 在练远程的飞行 是比较频次感觉比较高 我们常常就会看到 有相关的这些报道 你看像最近这次埃及航展 对 有没有 就是极限飞行 对啊 五千多公里 从西北部的机场 飞到埃及的金字塔的山空 对对对 好像比较没有听到 美军是这样练的 美军有一次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有练F-35的极限飞行 从美国的西部起飞 一直飞到日本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极速飞行 极限飞行的测试 第一个就测战机的能量 第二个测飞行员的能量 那中国大陆的战机跟飞行员 也都经过这个考验了 是 不过我说真的啦 我刚看到说不管是多远 它都写四天 对啊 就是四天抵达 四天抵达 四天抵达 不是远的阿拉斯加都美国本土的 飞过去四天的 然后关岛比较近的 结果也是四天喔 其实关岛不用到四天了 对啊 但是它是写四天 我就觉得 这个也是跟我原先想的不太一样 美国当然毕竟它现在都在 全力的做准备 就是说必要的时候跟中国大陆 未来如何挑衅跟中国大陆 然后能够把你吓到 就必须要有一个较量的时刻 看能不能把你吓得屁滚尿流 而且他们其实现在在远程武器方面 已经在准备 我想知道赖老师 你觉得解放军方面 要怎么来因应这个局面 因为呢 说AGM-158 联合防区外空对地飞弹JASSM 这个呢 其实美国空军的智库 自己都有讲 他说其实呢 美国跟中俄等同级别对手 如果真的爆发高强度的冲突 美军库存大约是6500枚 这个远程导弹 但是最多八天半就用光 对 因为打得很凶 那你八天半用光了的话 他们能够很快的补充吗 不容易 因为这个牵涉到 你的工业生产能量 还有你的零腰件 跟你的稀土的储存量有多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的假定是说 美国的本土没有遭受攻击 可是我们已经一直在强调说 红6K飞到那个地方 就是代表美国的本土 已经可以被攻击了 这个是跟美国的设想不一样 美国原本的战争设想是 它的本土不会被攻击 所以它的这些兵工厂的 生产的这些物件 都是在安全的环境下 可是这个已经是不存在了嘛 第二个呢就是说 美国的海外基地 过去美国都是假定 它是不会被攻击的 现在都是会被攻击嘛 那你说你把这些远程的导弹 你放在夏威夷 夏威夷不被攻击吗 你放在关岛 阿拉斯加 它可以不被攻击吗 你甚至放在日本 韩国 难道不被攻击吗 都是会被攻击嘛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美国的过去的战军事学说 它的假定都是 美国的后勤基地 美国的空军基地都是安全的 我觉得这个基地 这个学说已经都破了 好 也欢迎我们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也可以谈谈您怎么看 现在呢 在今天我们主要一开始 所谈的这个部分呢 是聚焦于中国大陆解放军 现在目前呢也是在练打 但这个练打是在打远程 打得更远 打得范围更大 主要还是积极防御了 就是说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本土 没有侵略的野心 但是不能排除美国对中国 有侵略的野心 所以大陆必须要有牵制美国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安纳德尔的空军 就是牵制了美国的 北方战区的力量 然后例如说在这个南方 也会牵制 所以大陆甚至到了这个加勒比海 也会牵制美国本土的防卫的力量 那这样的话让美国能够 使用到亚洲来的 它的战力就弱了嘛 那中国就是绝对的优势去吃掉你 相对的弱势的美国 那这个就很好打了嘛 对啊 但其实我觉得美国为什么老是要觉得 中国大陆是威胁 美国自己在海外多少基地啊 八十个国家 八百多个基地 八百多个基地了 对啊 那中国大陆也才就几个 我觉得大陆没有必要像美国一样 走到八百多个 但是所有的战略地方都要有军事基地 让他的部队能够投资出去就可以了 请教官今天再一次要推荐这个中天的新产品 这次我们推出的这个新产品呢 自己用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要推荐给大家 它是这个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这一次呢我其实看到SPF50 就觉得非常的放心 那其实呢在这个平常在棚内 因为我们的这个光是非常的强 所以呢在室内可以使用之外 其实在户外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个紫外线好像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呢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也觉得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实用 那今天呢其实也还要跟大家 再来补充介绍一下 它里面有榨枣植萃 这个成分呢其实可以保湿 而且呢它还有添加黄金海藻的成分 帮助肌肤不但是抗光还能够抗老化 那再者呢其实当然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个擦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不用担心没有黏黏的那种黏腻感 不舒服的感觉 也不会有那种白白粉粉的 这个擦上去的感觉都没有 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们这款防晒露 那非常的好用 欢迎大家也利用中天快点购的平台 打上我的CTI798 CTI798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 额外的折扣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露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用款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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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